郭靖的申请介绍 掉东西掉不上来 您觉得这两个区别很大吗 代表立方以他们自己的意义 表达是具体的 而思想是抽象的 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 当然是可以通过无限的方式 补一下著作权法 关于作品的定义 性感好强 对 那就是您方的作品是不是 我们认为它是会有一个抽象 对于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我们是有权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的 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 以及工会法 用人单位三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我方公司没有成立工会 也就没有 反对 通知 反对 第一个案例中啊 我们有两位 优先通过的同学 肖阳和胡明浩 所以呢我们这次辩论呢 就由这两位同学分别担任 两队的队长 哦 当队长 先把他俩拆了 各带一队 本次话题啊涉及这个 AI 所以我们呢这个分组 又要用AIGC形式来进行 啊 啊 AI分组 我 AI给他们分啊 对 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 对 他会回答你 四人一组 分为两组 怎么分呢 就是除了两名队长以外啊 咱们其他的同学们啊 都要想一个 与这次变题相关的 自己的特点 到我这儿来 然后输入这个对话框 我们来看看这个AIGC 给大家怎么分 还有点意思啊 肖阳同学因为在第一轮呢 第一个过关 所以呢他有一个优先权 可以优先选择持方 或者优先选择这个AIGC 分出来的两个组中的任何一组 选方还是选人 每一个人一个关键词 好吧 那我们先 如果谁准备好了 可以先说一下 王亦彤 没有 我还没成为好 好 大家想一想啊 不着急 他给自己定位是一个辅助 大家都是各有所长 那我们来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啊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分好了 还有理由 马亦太厉害了 他还能给出详细的分析 分析 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 这样分组可以在每个小组中平衡地分配 不同的特点和技能 朱硕营 擅长关键词 肖阳同学 你怎么选 你是先选持方 还是按照他这个选 他选他站哪方 也可以选他站哪组 正方代表板权方 反方代表AIGC的用户小安 我觉得组员比较重要 所以我可能先选组员吧 好 他选组员啊 不应该选题吗 他先选了队友 对 或者他相信某一队 可能更加适合自己 能够打配合 对 那个队友里是不是有一两个关键人物 比如说Kim或者谁 会让他做出一个 那我选组一吧 对 确定吗 确定 他选了组一 那你们呢 明天的分组就是 肖阳 梁薇 汪语彤 朱硕 果然有Kim 这样很平衡 那第二组的组长 您有这个权益来选择吃饭 我能问他哪唱比较简单 你要问他 朋友 他没有你判断的准 可爱 不行 两下 剩下 跟我分到一组的几个人 有想法吗 你们喜欢哪个 我个人 我可能觉得 精权会还要大一些 好 嗯 对 你们再商量一下 所以就是 你比较倾向于选 反正 可能偏向一些 但 大家可以商量一下 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特别的 一个偏向性 对 你觉得呢 我也 还不确定 行 那就我们选择吧 侵权 侵权 好的 以肖阳为组长的第一组 那就是 反方 是代表 AiGIS用户 小安 嗯 好 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 你们需要把你们准备好的 相关的观点 形成一份完整的 利论材料 发到我的邮箱 我们正式的辩论时间 是定在明天下午 两点钟正式开始 正式辩论前 也可以 根据你们的需要 去改进你们的辩论材料 大家就加油了 明天下午见 好 我现在要不先 一下 一下就先 重新一下 要不大家可能 各自搜 搜一些重的东西 咱们大体的策略 还是两个方向 小安创作的小说 与暗设版权小说 不存在实质相似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 小安 这个责任不应该由她来承担 即使构成了侵权 这个侵权行为的实施者 并不是小安 并不是这个Ai的使用者 而是Ai的提供者 那实质相似性 她的 这个设立的初衷是什么 那Ai深圳的 关键是 咱们可以查看这司法判例 是在哪些情况下 或者哪些要素 还有一个 他们如果 诉我们的话 应该说的是 侵犯我们的改编权 改编权 我刚刚看了一下定义 是要求创作出 具有独创性的 新作品的权利 所以 如果那个Ai深圳的作品 它并不具有独创性 就是它并不受 著作选法保护的话 我们连改编权都不构成 它改编怎么会有独创性 第十条 第十四条 我觉得这逻辑有点问题 就是我不太能get到你的点 就是即使小安 就是我们侵犯他们的权利 侵犯什么权利呢 就是改编权 它是在预设对方一定会打 改编权的这个点 但是改编权的构成要件 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满足改编 第二个是形成了新的作品 如果我们虽然改编了 但是没有形成新的作品 我们权利归属不在我这儿 那就不构成情权 嗯 我也是在看这个点 哦 对吧 这是一个案例叫 北京 律师诉所 宿那个 哦 我也在看 哦 是吗 嗯 哎 还有一点犹豫 当然只是一个点 我觉得 没有 我的感受 我总感觉自己的逻辑有点问题 因为不管 你这本身是不是一个作品 但是你的听听的行为是存在的 我想问一下 如果要是说它那个 AI创作出来的不是作品的话 那它是什么定义呢 就创作出来那篇文稿 是一个什么属性 我也不知道 我被他问了 定的那个时间安排 那就是十五号 下午两点 那吃完午饭这段时间 大家就熟悉熟悉稿子 看看成果 十四号 二十四点要浇高了 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太多时间 再放在看材料上 那我们先暂定看材料 看到八点半 那就八点半到十点半 我们把它稿整出来 十点半到十二点就二线膜 他们看材料就看到八点半 他们要比那边玩很多 对 看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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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问题就是 刚刚不是还说就是到底清翻那些 对对 权利 其实就是著作权 就是著作权 而且著作权 其实也是一套权利 出于严谨 他也具体指出 他侵犯了著作权里边哪个权利 对的 改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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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作品 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对 可能就这一个 因为其他的都是针对那个作品本身的 但是人工智能产生报告 它是不是著作权课题 如果他连著作权课题都不是的话 那是从哪个点侵犬了呢 文章好 对 对 您这个问题也挺关键的 但是 这个AI作品 它是否有著作权 跟它是否侵犯了别人的什么关系 是两个事 为什么呀 被侵犬的对象 必须是要有著作权 所以侵犯它才能叫侵犬 可是侵犬的主体 并不需要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AI生产 这个作品不需要是 对 不需要是作品 不需要有著作权 对吧 就是说其实看的还是行为 就是跟那个作品本身是没有关系 对 就是你有没有使用它的作品 你改编了它的作品 你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 让它就是遭受了损失 而且有因果关系 我给它当年了 我们准备 开始今天下午的辩论环节 在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先说一下 今天下午辩论的程序和时间要求 总体的程序是 正方和反方分别先做一变 我方认为运用AIGC工具 进行文学 我方强烈反对 我方当时使用AIGC 一变结束以后 中间做自由的辩论 纠正一个概念 就显然就构成了 不正当竞争 但却不论是否存在侵权事实 再有反方和正方做总结陈词 然后一变和总结陈词各五分钟 中间的自由辩论 每一个人每一次限九十秒 那我们今天的辩论正式开始 请正方一变首先发言 谢谢 大家好 我方认为运用AIGC工具 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侵权行为 具体而言 侵犯了相关权利人的著作权 以及因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导致的侵权 我们将分别进行论证 没有提改编权 首先就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而言 神医江湖与原作品实质性相似 最高人民法院81号的指导案例 明确提出判断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 可以从人物设定 具体情节 总体情节等方面综合考虑 在人物关系方面 本案中的郭清对应郭靖 王荣对应黄荣等等 有一系列的主角名字 非常的近似 他们的人物关系与原作品的 人物关系也是高度重合的 此外 神医江湖故事的开端是在四大门派 他们的颜色以及对应的特征的描写 都是与原作品几乎是一致的 在总体的情节方面 也是非常的相近似的 第二点 小安她与原作品之间存在着接触的行为 在本案中小安她主动要求AIGC根据Z作家J作家的作品来进行创作 并且小安她是明确发出了指示 要求AIGC总结两部小说的人物小传 故事情节 以及他们的写作风格 小安的行为她属于著作权法中对于接触的认定 此外 小安使用J作家和Z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商业运用都没有得到授权 同时小安她将作品上传到网络并且进行了盈利 小安她就不能够主张合理使用作为抗变 第二点 小安她故意指示AIGC以原作品的智力成果作为基础 来利用原作品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吸引了原作品的一些读者粉丝 同时来获得经济利益 这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综上所述 我方认为运用AIGC工具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了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 这属强大实质性相似 论证很充分 刘绿笑了 满意的笑容 好 请反方一边开始 我方强烈反对 我方当事人使用AIGC工具进行文学创作 构成任何侵权的行为 这方主要的论点是神印江湖小说 内容和旗下的著名版权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相似与不相似是主观性的 著作权法里面的基本原理 思想与表达两分法中 思想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我们首先要确认 到底这些特质是思想还是表达 到底受不受我国的著作权法保护 我方认为 正方一边刚才对小说内容相似点的分析 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我们说人物命名和特点 在GX宗江案里 卓家江用了GX先生小说里面 相当数量的一些人物名称 性格 背景和关系 但是没有将这些情节建立在 GX先生小说里面的基础上 法院认为难以达到侵权的程度 就写作风格而言 风格本身并非一种表达的形式 基于我方当事人 只是分别少量用的版权人的作品里 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思想元素 我方否认任何侵权事实 这个案例还是很经典的 一美法系的习惯 援引案例 对对对 正方反方相对还是平衡的 张亚琪他一开始就是介绍 正方的论点的时候 整个逻辑链是非常清晰的 他的整个的这个标准 然后几个元素分别是怎样满足的 然后得出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 朱硕赢的 其实我觉得他还可以 我觉得他可以 他比较稳 而且讲的还都有在理 而且是下了功夫的 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可圈可点 是的 好的 那正方双方可以开始自由辩论 担任单词不超过90秒 我想先问一下一遍 我想先对人物关系这一点 提出一个质疑 在本文第二页中 少年郭青的父母被阴阳门的掌门人 梅峰杀死了 这简单的一句描述 如何可以匹配这作品中 郭靖之父郭孝天和其异地杨铁心 因被断天德陷害 死于临安牛家村 又怎能匹配哈利波特作品中所描述的 哈利波特的父母为了保护他 幸免于伏地魔的杀害而死 请问郭青到底是符合哈利波特的生平介绍 还是符合郭靖的生平介绍 好问题 同时Z作品中 主人公郭靖的师父有很多位 有江南七怪 洪七公 朱伯通等人 不知道这么多师父中 哪一个符合我方小说的洪太师的特点 同时您方所说的门派 由颜色代表 但是 时间到 感谢对方便有了问题 首先对于人物设定的方便 您方所说我方的郭青 她的父母双亡这些 就是无法与两个作品中的某一个进行对应 但是其实郭青的性格其实是相一致的 都是父母早亡 他们都是武林高手 人设属于两部原作的叠加 同时您方的神印江湖这个作品 它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设置 都是与原作品非常的相似 比如说主角她在水池里掉东西掉不上来 在您作者中她是钓金鱼 在我们版权方的作品当中是钓娃娃鱼 您觉得这两个区别很大吗 还比如说一些其他的细节 最后对决阶段 小说它有描述一些光线爆炸 武器飞到天空等一些细节 在您方的作品中与我方 这一作家的作品的最后的对决阶段 都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可能那个武器爆炸的颜色不同 但它的主要故事情节 它的人物构成 好 时间到 好 时间到 我好诚实 一油未尽 想回应一下您方刚刚说的 先回应刚刚一遍说的门派颜色的问题 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 也存在着以颜色代表教派的情况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宁马派为红色 嘎举派为白色 格鲁派为黄色等等 仅以颜色来判断 一定符合您方所代表的两部小说 我觉得有点武断 宁方还说您的故事主人公的性格特点 性格特点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 这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 且会因人而异有不同的想法 通过著作权对作品的定义可知 受著作权保护的文学作品的部分 是它的表达而非思想 表达是具体的 而思想是抽象的 我方不认为文本的表达构成实质性相似 比如说在以湖南XX化传播有限公司 所与XXX侵害著作权一案为例 法院认为 对于包括时间 地点 人物 事情 起因经过 结果等细节的情节 才可以成为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 针对宁方提出的问题 我方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解答 首先我们是从人物关系 具体情节和整体叙事与时空环境 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以上三个方面单独来看 或许不能够证明实质性相似 但是三者的结合 构成了这作家的故事情节 与这作家的人物的拼凑 神隐江湖语言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 我先请问一下 关于对方两个侵权的问题 第一个 关于著作权相关 我想问 总共有十一项具体的著作权 我们究竟小安侵犯了哪一项权利 你们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明 细化 子权利 来了 第二 关于反不当竞争的相关问题 请打开案情介绍的最后一句 版权方以著作权侵权为由 向小安提起诉讼 本案的论题仅限于诉讼 著作权纠纷 而不涉及到其他纠纷 漂亮 纠纷重点是著作 不错 对方有离题之前 对方队友您好 首先针对您的第一个问题 先于解答 我方在本次辩论当中认为 小安主要是侵犯了 我方相关权利人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著作法第十条规定 著作权包括信息网络传播权 即以有限或者无限方式 向公众提供 使公众可以在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作品的权利 而在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著作权全署 侵权纠纷一案 以及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等与被上诉认上海美术 有限公司的案件状况 与本案非常相似 宁方将背诉侵权作品 通过网络进行付费的传播 使相关的用户 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 获得该作品 构成对我方权利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OK 收信 回答什么第二个问题 这个PPT最后一页 案件焦点 说的是运用AIGC工具 进行文学创作 是否构成对相关权利人的侵权行为 而版权方以著作权侵权为由 提起了诉讼 仅仅是我们代表的一方 以他们自己的理解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而我们作为律师 以我们自身的专业性 代表我们客户的利益 我们认为 违反了反不当竞争法 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客户的利益 如果宁方对这个没有准备 我们可以谈和解 可以谈在之后的程序中 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依然要坚持 你们的行为 违反了反不正当行政法 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侵权 首先关于你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在诉讼当中 在法庭上突然提出了一个 反不当竞争的诉讼请求 你已经超越了本案之中的 诉讼请求的范围 法官是不会审理的 关于你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仅限于侵犯一个 所谓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先回答一下 我们的主张包括 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但是我们不放弃对于 修改权 保护作品完整权 等其他权利的主张 OK 请允许我使用一下黑板 好 就等这一刻了 我整花活 帅的时刻到了 对方确认了 我方只构成一个 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 是否能力 可以看一下它的构成要件 是否构成侵权行为 我们最重要的要抓住什么 要抓住要件 首先第一个是 以有限或者无限的方式 第二个是 公众可以选择时间和地点 公众可选择性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它得是作品吗 是作品 又来了 我想请问一下 AI生成的这篇 所谓的文章 是一篇作品吗 是作品 我想请问一下 AI生成的这篇 所谓的文章 是一篇作品吗 它会怎么回答呢 您好 根据刚才您方二辩所说的 这三点信息 首先必须要通过 有限或者无限的方式 进行传播 我们的案情 非常明确地写出了 小安在对这九部 网络小说的介绍中 网络小说 当然是可以通过 无限的方式获取 并且大家也可以通过 公众自主来选择 什么方式 什么途径进行获取 对于您方刚才说的 第三点 AI生成的文字 不属于作品 根据已经审计的 公司起诉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的 判决书表明 人工智能生成的文章 作为纠缝案 法院认定其构成作品 有栗子 雅琪特别适合去扛梁威 特别笃定的状态 很好 首先我问一下 这个所谓的作品的归属权是谁 第二个问题 我请你读一下著作权法 关于作品的定义 我来读给你听吧 好吧 他这个挑衅感好强 对 都咬嘴唇了 所谓的作品是需要具有独创性 以及著作权法 它为什么要保护作品 它为的是保护的是致力成果 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这个作品的归属到底是谁 我觉得宁方一直在逃避一个 最实质性的问题 那就是宁方的作品 是不是与原著作权的作品 有实质性相似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宁方一直在逃避 一直在拉扯 好 拉回来了 漂亮 这就是当时肖阳担心的一个点 对 好 我再重复一下我的观点 所谓的作品是你创作出来的东西 如果我创作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著作法意义上的作品 我们这个构成要件就不满足 感觉不对劲 他抓到了 对 你哪怕符合第一和第二个构成要件 我创作出来的 应当从是否独立创作 及外在表现上 是否与已有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 或具备最低程度的创造性 进行分析判断 第二 应当从设案文章的生成过程 来分析是否体现了 创作者的个性化选择判断 以及技巧等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判断的问题 而在本案当中 小安明显是在不断发出自己 具有一定创造性的指令 满足了最低程度的创造性标准 因此是符合作品的定义的 这个很关键 回应得好 文婷这一招非常关键 对 我觉得这一问题的关键 可能得看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作步骤 首先是根据小安给AI的一个指令二 小安要求AIGC在上述要素的信息基础上 输出不同的类型及各大篇章的概要 并将在每轮的反馈成果后 向AI提出自己的调整要求 在步骤四当中 小安他反复提出了一个调整要求 就是不断地告知AIGC 要求避开与原著的相似点 只能借鉴不能抄袭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地拆解 原著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的过程当中 AI在以自己的一种算法语言 进行了新的一轮输出 在这样不断拆解 重新表达的过程当中 我方认为是不存在具有 实质性相似点的 好 回到第一个论点的攻防 实质性相似 是 我非常想请问一下 AIGC真的能够判断 什么是借鉴 什么是抄袭 在我们现在的司法实践中 法院都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 判决 审理 才能够得出最后的结论 那您就确定AIGC真的能知道吗 回应一下 您方所提的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输入的四部指令 在第一部的时候 我方当事人小安 要求AIGC 总结两部小说的写作风格的内容 但是 对于她所输入的人物小传 剧情更改和情节要素 这个部分 我们无法确认AIGC 对于两部小说的内容 情节人物是否 进行了精准的描述和定义 这也是我们不认为 它会有一个抄袭的可能 这种总结 对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故事 一定是进行了缩减的 所以它才称为总结 缩减的程度和缩减的内容 皆由算法提供 不能说明在有实际相似的情况 对于写作风格 我们在通过搜索引擎输入 写作风格 查询到149000个结果 通过输入 写作特点 可以搜寻到3860个结果 这就证明 对于写作风格总结之多 内容存在差异之多 我方想问 您方所指的 有可能侵权的写作风格 是否和我方 AI创作完成的写作风格一致呢 这个一致性 又该如何去判断呢 首先我想让你看一下 原告的小说 都是描述了有文化的地下工作者 跟旅游机队 假扮夫妇 打入敌人内部的故事 而且都涉及双方的经历 背景方面的差异 所产生的矛盾 冲突等等 但法院认为 这些相似的数 都是整个故事展开的一些背景 而且具体情节上 并不相似 所以没有判定 是侵权作品 那在我们的情况下 既然 这些情节 的还原度还没他们的高 那怎么能扣成 清权的作品呢 那我们的细节 地点 人物 细节情因 经过 结果 这些细节 你都觉得是一样吗 道理是有的 气势不够 嗯 回应下一遍 本案中 我们内容是由 人物情节 环境三个要素构成 当具有特定性格特征 与人物关系的 人物名称 以具体的故事情节 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展开时 其整体已经超越了抽象的思想 属于对思想的表达 因此 神印江湖语言作品 在人物情节环境 甚至协作风格上 都是有实质性相似的 实质性相似 不要求 有语言上的相似性 假设与同一词替换的方式 重写他人的长篇小说 即使两篇小说中 没有一句话一模一样 但由于讲述的情节相同 该重写行为 利用的就是表达 神印江湖 是在总结原作品的轮舍 剧情梗概和情节要素的 基础上产生的 虽然小安对于反馈成果 提出了自己的调整要求 但是从结果来看 小安对于AIGC的指令 并未持得神印江湖语言作品 有实质上不同 还是回到作品上来看 获得作品的权利 AI生成的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作品 我们还是回归到法条 法条说的是 作品必须有两个要件 一个是实质性要件 一个是形式性要件 实质性要件是指 它具有独创性 形式性要件是指 具有可复制性 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是针对女方 第二个问题 就是独创性和可复制性 虽然我们认为 你们的这个神印江湖 与我们进行实质性相似 但是我们不否认 你们进行了 一点点的独创 就是你在每个步骤走完之后 对它提出了一些 细节上的修改 第二点就是它确实可复制 这个东西发行了这么多本 不都是它复制的结果吗 漂亮 第二来说 如果看法条的话 它们并没有要求是公众 选择原作品的权利 它只是说了作品 而且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只要法院认定 备诉侵权作品跟原作品 构成实质性相似 那法院就会先得出一个 侵犯了著作权的结论 之后如果这个侵权作品 被传播被复制 那么法院就会得出 侵权作品是侵犯了 原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所以你在信息网络传播 和复制的过程中 也就是传播和复制了 我们原作品中 最精髓的表达的部分 但是我方不认为 这篇文章是作品 诸子宣法第二条 第一款规定 中国公民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 不论是否发表 一本法享有著作权 在第二款至第四款 规定了外国人 无国籍人的作品 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 所以著作权保护的作品 必须为人类的创作成果 所以该本小说 《神医江湖》不是作品 因为它是由AICC创作的 你是人情权 又不是说AI情权 看对方会不会这么说了 第二点就是 与著作权的立法目的不符 著作权法第一条 清楚地阐释了立法目的 是为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作品 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 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简而言之 著作权法以鼓励创作为目的 而只有人才可以理解 鼓励机制 机器AIGC是无法理解我国所规定的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 所以我们不认为它是一部作品 首先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就是 《神医江湖》所基于的两部小说是人写的 代码是人给的 AIGC的软件是人创作的 那它为什么不是人借助工具 去产生的这个文学作品呢 完了 打穿了 第二个 你们提到了这个立法目的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立法目的 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创作 那如果我们认为你们这种杂揉的方式 不够成清权 那么将来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作者 愿意去做原创的创作 他们就会基于某个特定识点的数据库 一直让AI学习 那么我们人类的原创作品的数量 就会永远停止在历史的某一个角落中 那这显然是与著作权立法的目的是背道而起的 我先回应你最后说的这个点 好像不在我们这次的讨论范围内 因为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个立法空白 是需要国家和政府来预以一个规制的 而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是否要鼓励创作这个问题 其次我认为AI生成的作品的过程 是不存在一个创作行为的 而创作行为是产生作品的一个必经之路 因为著作权法在新一次修订的时候 特地规定了 作品必须可表现 在创作及形成表达的过程中 创作物一般有三个过程 第一个是前表达阶段的思想感情 然后中期表达阶段 是作者借助符号将思想感情上升为一个文字 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是作品与物质媒体的结合 可以以再提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AI创作是遵循现有表达 重组表达表现的路径 所以AIGC是来源于计算而非创作 故它产生的一个文本并不属于作品 它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没有完全穿 它底下还有 但是它很棒了 它已经很优秀了 超棒了 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只有它一个人在应战 其他人都已经 首先问一下你们这个标准是哪来的 这个是知网核心期刊一位作者的 好 我认可你的权威性 然后我觉得它的这个三部完全符合您刚刚知网核心期刊的三部 它有思想 它借助了符号 它上传到了媒体 所以我觉得您方提出的三个步骤 恰恰证明了利用AI写作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肖阳你在干嘛 队长 就是回应一下您刚说的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第三条 《著作权法》所称的创作 是指直接产生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 但是我方认为由AI进行一个创作的过程 是不可以认为是一个智力活动的 故由AI产生的一个作品 也不可以称为《著作权法》中所说的作品 好的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双方的自由辩论应该已经比较充分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双方的总结陈词 肖阳 肖阳来了 总结陈词非常关键 好的 请返方 好 我方坚决认为 小安借助AIGC进行文学创作的行为 并不构成侵权行为 首先 我们认为小安的文章 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因此不涉及按摄版权方的改编权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作品的要求十分明确 首先 作品的主体必须是人 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 其次 作品需要具有独创性 在本案中 真正进行创作的是AI这个工具 而不是小安 AI创作的内容形式也依赖于在线作品 不具有独创性 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新作品 因此不涉及按摄版权方的改编权 其次 辩方一直在极力论证AI工具生成的文章构成作品 即使如此 这个作品的著作权我们认为也不应当属于小安 而现行法律并没有对AI生成作品的所有权尽需规定 在此案中 我们看到真正进行智力创作活动的是AI 小安仅仅只是下达简单的指令 那他所体现的创造性又有多少呢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AI作品的所有权人都不应当是小安 第三 我们再退一步 即使我方承认神隐小说是作品 其著作权也归属于小安 但我方认为神隐小说与暗设版权作品不存在实质相似性 装作与素贵明确的单纯的人物特征不属于著作权保护对象 即将素贵明确人物名称无法构成表达的实质性部分 在故事结构和情节方面 玄幻武侠的神奇世界 四大门派的设定 以及结伴冒险这些成长经历 这些都是寻常不过的情节 而且从主观方面 小安反复指令AI只能借鉴 规避抄袭风险 这也强烈表示了 神隐江湖与暗设版权方的作品不存在实质相似性 而最后 中国已经逐渐建立起高规模高成熟度的 AIGC产业布局 我们必须谨慎考虑法律对AI科技创新的影响 如果认为小安借助AI工具 进行文化创作的行为构成侵权 那么将减少AI工具的使用人数 这样将反过来对AI产业链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AIGC产业的使用者 因此基于以上几点理由 我们认为小安作为AIGC工具的使用者 并不构成侵权 好的 请正方发言 首先我们还是澄清我们今天辩论的范围 程序性规则上显明了 行为是不是侵权行为 而不是谁是侵权行为 所以我们没有义务去讨论 到底谁才是侵权人 那么回到实质性相似的话 从指导案例81号开始 大量的文学作品 著作权侵权 案件的法院的裁决书中 都采用了一个相同的三阶段的测试 来测试所设侵权作品的表达 是否构成与原作品表达的实质性相似 第一步是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 第二步是具体故事情节的安排 第三步是整体故事内容 及设置的故事线索 小安要求AI结合作品中的人物谐音 人物特点 故事结构 写作风格 人物小传 剧情梗概 情节要素 写作风格 这些词就是刚刚出现在法院判断 是否构成表达上实质性相似的词 那即使在细节上不同 也不会影响这个实质性相似的判定 其二 刚刚对方也有提到说 对方的这个 只借鉴了J作家的人物 只借鉴了Z作家的情节 J作权只能一本一本一本的对比 但是不是的 J作权它是把倍速侵权方和原作品作为两个整体来抵对的 比如说在XX案件中 法院判定这一本倍速侵权作品同时构成了对13本著作的抄袭 所以反方想要用这种方法来规避著作权的保护是不可以的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方面 法方提到这个营业额有7万块钱 并且好像对这个数字比较自豪 但是这个侵权的营业数字 其实是法院在判断侵权案件 分配过错的标准 顾客他不是法官 顾客看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会买 小安或者AIGC 在没有经过我们的版权人的同意的情况下 利用我们的劳动成果 而生成的人物特点和剧情梗概 吸引读者 获得大量利润 抢占我们的市场空间 这显然就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所以构成了侵权的行为 以上就是我的总结成词 谢谢 好的 谢谢给他们骨子 谢谢 也是几个骨子 真棒 太厉害了 我们两个配白配 现场吗 这么紧张 我以为你们已经商量出来了 好 来 我们先上去吧 再刺激一下 冰赢 浩元会选冰赢 我十九岁就大学毕业了 二十岁的时候 拿到了澳洲昆士兰的这个律师资格证 之后我就拿到了北大的交易 所以我学术研究比较多 所以我在查这些细节问题上 应该能查得比较细一点 我今年五月份刚刚代表学校 在故宫与清华大学一起对战了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 非常荣幸获得了冠军这样的成绩 大学四年都在打辩论 到时候可都表达上交锋的环节 可能会有优势一些 对 我选小的 我的主张 你先选小灯是吗 对 我选那个 梅珍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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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回想他们就是 说文书自己写得比较好的 写代理意见这方面我没有问题 那 我选 我选梅珍 好的 我选李晨 选李晨 选李晨 选了李晨 这是很大的鼓励我 最后一个被选的会尴尬吗 会 会 肯定会 我选哥哥 你选他 你选他 我选那个 澳大利亚来自的帅哥 昆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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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想的就 没准找打赏的人和平台的关系 好 平台介入是他们中间 平台是一个中间者呢 还是平台是一个介绍人 只对你的人生啊 或者是一些非常重大问题去控制 小邓找打赏的人和生优 好 这个打赏人和生优之间 我是不是打赏了以后 他会向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然后我作为生优 我是以何种方式 来吸引打赏人对我的注意的 小邓就是你负责研究平台 然后生优 然后两者之间的关系 平台怎么运作 生优怎么在平台上运作 好厉害啊 分工很迅速 来 先这样 就是我们先把今天的一个时间安排 就哪一个阶段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大概先订一个东西 好不好 对 做一个 那我们首先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整理自己的思路 然后大家觉得一个小时够吗 差不多 好 1.30到14.30 接下来一个环节 我觉得就是讨论 互相说服 然后我们达成一个共识 因为稿子是明天教 以前打辩论的经验就告诉我 就是你到最后一刻 你的稿子肯定是还在改的 我们要不断地形成 一稿二稿三稿四稿 然后这个东西大家想一下 我们这个转稿 大家觉得是怎样的方式写会比较好 谁打字快或记载能力强 就是我觉得不要说一个人负责一个部分 这个样子其实看字很平均 但是最后这个思路 整体的思路会乱 那我们就两两分工好吧 就两个人负责写 然后两个人负责 现在辩论是由徐律师主持 那大家都准备好了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这一课题的口头辩论环节 今天的辩论共分为三个环节 依次为第一环节 发表代理意见 由原告先发表代理意见 阐明观点 第二环节自由辩论 双方依次发言 第三环节总结成词 双方能够依次归纳争议焦点 有针对性的发表总结成词 那么首先我们由原告方发表代理意见 刺激刺激来了 各位好下面由我进行 发表一下我方的代理意见 首先我认为我方认为 主播小酒窝应当返还原告 因打赏所获得的收益 第一 A平台与小酒窝之间属于劳务合同关系 与观众属于服务合同关系 小酒窝在A平台进行公开直播 对观众发出了提供表演服务的邀约 观众打赏主播是对主播的邀约行为做出了承诺 合同自此成立 第二楚先生对于A平台的主播小酒窝 所提供的直播服务 的内容存在重大物件 小酒窝所塑造的 貌美搁田的年轻女性形象 与小酒窝真实的 相貌平平 中年妇女形象存在较大的落差 如果楚先生早已窒息这样的情况 他就不会做出上述的行为 第三 我方认为主播小酒窝一张板环 依然高打赏行为 所获得的相应财产 根据合同版和民发总责的规定 网络虚拟财产是受到保护的 本案中楚先生介入A平台 向小酒窝打赏的礼物 是用金钱购买的虚拟货币兑换的 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和使用价值 综上我方认为楚先生能够要求主播返还财产 谢谢 再见 好 下面我们有请被告方发表大力意见 内珍 四位律师好 我代表被告 我方的观点主张是 楚先生支付的六十六万元不予返还 那在展开这个观点的碰撞之前 我希望把这个案件事实的 所相关的几个法律主体和法律关系 重新做一遍梳理 我可以借用白板吗 可以 那首先这个涉及到的法律主体三方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那首先是楚先生 然后有平台方 最后设计主播 主播是产生了视频 给到了平台 平台相应地支付了一个对价 他们俩中间形成了一个合同关系 楚先生对于虚拟礼物的赠予 是给平台的 这个是一个赠予行为 那首先我要强调的是 楚先生跟主播之间 是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 因为在平台的用户协议的第四点一条 对于楚先生打赏的礼物的所有权 从来都不在主播手里 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财产转移 这个是一个赠予行为 因为合同法第186条说得很清楚 财产一旦转移就不可抽回了 所以基于综上手术 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明确真实有效的 所以我方不支持 偿还66万元的一个支付 谢谢大家 漂亮 这压倒性的这个一下 那梅珍现在是脱稿的情况下面 在白板上面把整个法律关系切割了 我感觉他这个陈述给我感觉层次很明显 内容传达很准确 我还蛮欣赏的 那下面我们进入自由辩论环节 首先由原告发言 各位律师好 大家好 首先我想问对方一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认为楚先生打赏行为 是一种对平台的赠予行为 对 但是根据合同法185条和186条 以及相关的学理解释 赠予合同的完成要求必须所有权转移 那么既然你方提到 根据新用户注册协议 所以楚先生是对A平台线下的各种虚拟货币 不享有所有权的 因为所有权始终都在平台手里 所以说这个赠予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赠予是根据楚先生 赠予实际上的赠予的对方是平台 他从来没有把这东西赠予给主播 平台是这个赠予的一个接收者 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是在平台所有的 对吗 所以说为什么是楚先生赠予给了平台 楚先生凭什么赠予 在赠予关系这个问题上 你方的想法非常之精妙 但是你方恰恰犯了一个逻辑不差的问题 你方要您注意到 事实上用户是要向平台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的 因此它是一种对这个平台的单方面的资助 或者是单方面的支持 我想这个商业架构一定要非常清楚 对方请再次确认自己对劳务关系的认知 我想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的逻辑不强 对方说的合同协议的不成立 我方主张他们存在合同协议 合同首先是由邀约做出以及承诺做出 相互到达之后 达到合同的成立 那么根据这个事实案件 小酒窝做出的这个行为 可以是认为做出的这个宣传高颜值甜美 提供该类服务做出的邀约邀请 那么到了这个邀约邀请之后 我们可以从承诺的生效 对于这个邀约进行一个意思实现 那么根据交易习惯或者邀约要求 承诺不需要通知即可达成合同的一个生效 所以建立合同关系 昆廷的话呢 我觉得她的法学的素养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她的语言上面来讲 还是中西结合的一种表达方式 没有做到中国法下的法言法语 原告反复坚持 这是一份通过邀约和承诺建立的合同 而在最后总结的时候 又把此目为是一份邀约承诺 先不提这样的表达上的问题 我就问清楚一点 在邀约当中 有没有提供具体服务 或具体内容的规定 我认为按照交易习惯来说 如果在某些特定平台上 需要有这样的演绎购买 必须是有明确的时间 明确的内容 明确的款项 而我们知道 人美歌甜是对这个主播 个人性质的一种表述 我们都知道 平台是用展示自我的平台 主播表达自己无可厚非 我方不认为这是一种邀约 更谈不上与之进行相应的承诺 我方观点如下 回应对方的观点 其实像A平台的主播 事实上他的主播的列表 虽然说他这个具体的 一个邀约的内容 可能是不明确的 但是他其实通过一些窗口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服务的 网络界面的介绍方式 已经把这个 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内容 已经基本的介绍清楚了 并且全力义务不清晰 并不是影响合同生肖 并诚意的一个要件 讲究重大误解 跟您方有一定的探讨 正常的比如说 现在的直播平台 以及我们的一些手机 或者一些相机 都是自含美颜和滤镜功能的 对于滤镜的使用 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行为 您方不能基于 它是一个生活行为 把它用法律定性成 它是一个非法行为 第二个 您方需要用证据来告诉我说 他在进行打赏的时候 是完全基于这个主播的颜值 而不是基于 他对他的一个 声音能力的认可 这个需要您方 原告进行举证 这是重大误解的问题 对于对方提问的 关于重大误解的两个问题 我分别做以下的回应 他用了超强的美颜 这个超强的美颜 事实上跟普通的美颜 它有一个质的区别 它可以把一个中年的妇女 变成一个妙龄的少女 可想她的一个程度之大 然后使得我们的楚先生 陷入了一种外在的假象 所以引发了这样子一个 事实上的一个误解 请问对方便有怎么想 首先在这个平台上 其实对于颜值的这一块 是有专属的一个 单独分裂出来一个区域的 所以如果说楚先生 对于主播的颜值 有非常高的要求 其实他可以选择打赏给 在专属区域这些主播 所以我方认为 单纯说楚先生是因为颜值 然后进行这个打赏的行为 是不成立的 小酒窝女士她不仅在该平台 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直播的行为 她还在其他的一些平台 她以发布自己私人照片的方式 营造出一种她本人就是妙龄少女的 这么一种外在的假象 是想一位相貌平平的女士 去体现自己风韵游存的一面 这又有何错呢 而且她一直在说自己是一位美女 我们如今走上大街小巷 美女帅哥比比皆是 她为什么就不能够说明 自己是一位美女 在表现自己的自信和魅力呢 我方的委托人楚先生 是看到小酒窝在颜值上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 影响了她的一个观感 因此我方其实只要能够证明 颜值上她也有影响就够了 我觉得对于滤镜的问题 首先是我国的相关法律 是没有对使用滤镜有做出相应规定的 您方的一个法律的请求基础 我方有一定的疑问 其次最开始进行打赏的时候 到底是因为颜值 还是因为可能被她优美的声音所吸引 您方这一点是完全没有矩阵的 来 您自己在家里使用滤镜 我方不管 但是小酒窝她已经在使用滤镜的功能 在市场上进行了一些 可能是不正当的一些竞争 如果每个主播都通过这样子的 一个超强的滤镜方式 破坏了这个市场应有的秩序 反而是对这样子一个产业的冲击 所以因此我方认为 既然双方都认可说 目前法律对于美颜这个功能 没有特殊的规定 那么我方从这个角度去认真说 其实过度的美颜 是损害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 其实最核心就是自由辩论这块 邓兵颖一直在说这个 一个是滤镜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主要喜欢的就是声音的问题 何韵辰呢 他这个回击不是很有力 如果是说都换了一个人 那就不是简单的滤镜的问题了 我觉得他就应该直接回应这个点 你这个点就直接错了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 对方一直说的这个是严控还是声音的 你应该说我看的时候 我是对你这个综合的一个感知 我之后才进一个打赏 他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那让对方一直抓这个点打 主方犯错如下 事实认定捏造 二 理性人假设夸张 三 对保护之法意 和法意的保护方式理解有误 相应的打赏 仅仅是以网络可以衡量的维度 向这个人进行点赞 楚先生将自己的赞赏 以网络礼物的方式赠予给了相应的平台 而平台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结算 明确自己所收获作品的价值 然而事实上 重大误解是要关注于误解人的交易安全 和他对这个交易的真实性的认知 而且这种交易真实性不涉及到动机的问题上 来 对方说我方的那个重大误解 也是属于一个狭义的动机错误 这个狭义的动机错误我就不理解了 和韵晨 他其实是在其他的队员比较弱的情况下 试图做出很多的补充和反击 他该颤出来的时候都站出来了 这个还是有争纷相对的 就场上唯一的争纷相对 就可能在他身上出现了 但是缺点 我觉得他是对这个案子的事实证据 没有系统性思考的 所以导致他们每个人陈述观点的时候 其实内心是不确认的 这个导致他们整个团队感觉不自信 对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原告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对你们有欺诈吗 我觉得够不上欺诈 我想问一下你们谁定了重招物解 二斤律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有些 先回答 直接回答 有没有觉得重招物解对你们不利 何韵晨你答一下 有 就是我们在写稿的时候 我们屡次想到说欺诈这个东西 那你们为什么选这个 最后谁决定了 这个很关键 谁定的 拿重招物解答 那定的话 那应该是我定吧 你定的 嗯 那么我们进入最后的总结成词环节 首先由原告发言 我以前也打过别轮赛 我当过队长 对 我大概能知道 比如说一个战略的安排 可能怎样子会对大家来说是更有利 首先一句话做出回应 楚先生打赏的对象是A平台 我方不予认可 楚先生充值这样子的一个买卖合同 事实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已经完结了 因此我方认为 其实在这里 我们应该把一个打赏的对象定义为 小酒窝 而不是一个A平台 其实打赏的那个礼物 也是一个虚拟的财产 所有权一直是在平台A的手中 那么这个形式可能是以电磁的记录的方式 所以说所有权一直没有发生转移 此时 对方一直所说的赠与合同关系 我们知道赠与合同是要求发生所有权的转移的 在所有权都没有发生转移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赠与合同很难进行一个认证 那么在本案中 事实上楚先生的一个打赏的行为 我方认为他本质上属于一种消费 他消费的是什么 楚先生他付出了具有一个价值的虚拟财产 用于去交换主播提供的这样子一种优质的服务 那么这种优质的服务 事实上就是我付出这个财产 这个义务所相对应的一个权利 这是我方认为 最后我们再陈述一下 楚先生跟小酒窝之间是一个服务合同关系 我们认为这个服务合同关系 产生了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的原因在于 一首先他用了超强的一个美颜 其次他在这个平台之外发布了撕照 营造了这样子的一个外观的假象 使得我方的一个楚先生 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误解 那么这种误解 其实是对于服务合同主要内容的一个误解 而不属于对方所受的狭义无选 从上 时间到 谢谢 他的现场的表现符合一个好的诉讼律师的特质 他有很好的自控能力 非常沉着冷静 他是有布局的 有系统性的思维的 前半程他没有发力 后半程的话他通过自己的布局 对于自己的系统性的分析 做了真正解决的表述 都在打边论 比赛也是比较多的 好 谢谢徐律师 先说第一个方面 这是我们全场的一个真意点 可能对于重大误解的判定 首先我们认为重大误解 一定是双方可能存在一定的认识错误 平台和楚先生在签订合同协议的时候 是有条款明确规定的 我对于打赏的一个货币 是直接赠予给平台的 并且在平台进行转账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二次提醒 提醒说这个货币 是直接由平台进行收款 所以可以推定您方式明确知道 这个打赏货币 是不会直接到我们的主播之间的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出 用户跟主播之间 其实不存在任何的法律关系 其次我们都知道 在平时的一些直播软件当中 都含有美颜滤镜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日常行为 你方今天把一个日常行为 定义成一个违法行为 你方没有提出相应的一个法律依据 可是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声优主播 而且平台也做了相应的分类 是有声优区和颜值区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 它在声优区是通过自己的一个职业技能 可能是优美的声音来获得大众的认可 那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想说一下自己的见解 我们知道法是治国之重器 那作为一群我们即将踏上 可能法律实践的一群信念人来说 我方其实担忧的点是 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存在很多的软件 去对我们的颜值进行优化 是不是在明方的立场成立之下 我们可以推定只要一切具有美化功能的新兴事物 都是不能够存在的 好 谢谢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形式是有目共睹的 因为打过这么长比赛它是成熟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确实是最佳变手了 就是它是属于这一类的反应特别的快 现场非常机智 对于很多信息的捕捉 包括有效的反应很多 我们的这个辩论的主题就是 公司是否 违法解除与实际上的关系 这一个点 辩论就是三个环节 第一就是所谓利论 双方各有一名代表 依次陈述自己的观点 每个人限时五分钟 第二个环节 自留辩论 双方任意的几个成员 依次发言进行辩论 每次发言限时九十秒 如果说超时的话 我会打断大家的 第三个环节是总结陈词 双方各一名代表 依次归纳争议焦点 每人限时五分钟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叫 案例焦点辩论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去关注其他的地方 我们关注的焦点 就是这个解除 老总活动是不是违法这个问题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们关心的分组规则 刚才提到 我们八个人会分成两组 每个组的队长 是所谓的首轮实习生来担任的 你们有权利选择 你们的队友 但是你们首轮实习生 到底怎么组这个事 我说了算 所以我现在决定呢 史律师的实习生 还有这个 梁律师的实习生一对 梁律师的实习生一对 两个小白 王律师的实习生和我的实习生一对 哦他们俩厉害的 这一组太强了 你们分别就是两个队的队长 然后呢 徐同学 因为你是上一个项目的第一名 所以你们队有一个优势 你们来选择持方 员工或者公司 你们选一方 进入状态了 进入状态了 另外就是你们选队友 没有优先略号 是要商量出来的 不要立正招牌 求求你 尼飞 首先先欢迎你加入我们辩论队 谢谢 谢谢 来了 丁慧欢迎您加入我们 好的 好的 感谢两大师师 我们是一对了 一二三四 那竟然有大神的加持 哇 这俩 你失去我了 你是我选 你已经失去我了 我跟你讲 他俩是室友 就是他选的 他说 你再乱说 你再乱说 真的就过分了 我告诉你 不要这样 没有 没有 他真的开开玩笑 同志们 加油 你明天是要对我 顾下杀手了 没有 这就过分了 等会儿是你向我们 顾下杀手 走吧 我们直接去讨论 自安排 拒绝执行工作指示 虽然劳动合同中明确写明 实现应当服从公司的接待客户安排 而不是拘泥 而不是拘泥鱼 而不是拘泥鱼 拘泥鱼 拘泥鱼 而不是拘泥鱼 各位代教律师好 对方代表好 我方主张公司解除与员工实现的劳动合同违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韩中所列起的辞退实倩的理由 有三点 第一点 实倩不符合工作安排 第二点 致使公司业绩损失 第三点 无故矿工三日 我方认为 这三点旅游均是没有合理依据的 首先第一点 实倩拒绝执行工作指示是因为该指示不合理 实现在喝下第一杯酒后身体突然不适 领导要求一个身体不适的人继续喝酒是明显不合理的行为 强迫他人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 是有违善良分俗与基本道德的 虽然劳动合同中明确写明 实倩应当服从公司的客户接待安排 对于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实倩可以不服从 倘若把服从安排理解为服从不合理的安排 那么该条款就是无效条款 因为它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即公平合理原则 其次 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是实倩的行为导致了公司失去了该名客户 当客户想要实倩表演的时候 也只是说我们的合作就好说 就好说这三个字并不代表客户在实倩表演后 就一定会签约 这不是一个要约行为 也不是一个承诺行为 这只能是作为一个戏谑行为 另外 实倩在7月2日到7月6日期间在家养病 不属于无故矿工 病假是劳动者最基本的休息权 直接关系到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安全 建于7月1日晚上实倩被紧急送往至医院 公司应当为实倩请假提供便利 将实倩在电话中的话认定为 已经提出了请假申请 公司对于实倩的请假应当先予以准许 允许实倩在身体康复后再补上请假手续 而不是拘泥于办理请假手续的形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0条 又有人单位如果要做出无过错解除决定 需要提前30日以书面行事通知劳动者本人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自退实倩是没有合理依据的 我方的利论陈述完毕 还不错 你看他是有爆发力的 我觉得这个小曲表现得很好 因为他是全场第一个发言的 不背不靠而且也不紧张 就是把他那个陈词一溜糖水的就下来了 那么请知识起出发 好 首先在开始前先简单指出对方三点谬误 第一点他方就假设了一个事实性的前提 即喝酒本身在事实上是一定危害身体健康的 但是为什么 怎么损害的 怎么证明的 他方一概没有向我方展示 喝酒是一个非常普遍而正常的现象 几乎没有人滴酒不沾的 是他方把这样的正常的行为妖魔化了 其二 这个损失因果关系我们怎么判断 我们可以看到 背景的材料是这样的 当天双方会议中交相谈甚欢 订单设计的一些基本条款都已经全面达成一致 唯独只有一个设计价格浮动的关键条款 可以看到他几乎是已经完全拍摆了 只差这0门一角 而就是最后实现拒绝喝酒和衰眠的这个行为 导致了本来已经快完成的单就这么黄了 第三个没有为 我方从来没有说不让员工请定假 但是确实应该遵从一定的程序 而实现也没有遵从事假的程序 两层下来之后实现的这个行为 它就应当作为矿工处理 好 我方主张公司解雇实现 是在行使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的 过失性辞退的法定解除 在宴请一词它本身的内涵就已经包括了喝酒 况且公司在招聘时就明确表示了需要应酬喝酒 实现在入职之后也确实不断的用自己的行为 不断的和客户喝酒并拿下大单 从目的性解释和习惯上来看 喝酒确实都属于它的职责范围 因此它拒绝喝酒应酬构成了失职 除了拒绝喝酒之外 实现摔门而去的行为也同样属于失职 导致失去了大单 第二 7月2日至7月6日连是三天工作人未出勤 实现并没有出具医生证明 这段时间就只能按照市价来处理 而实现只通知了自己的直接上级 没有经过手册里约定的层层审批 因而不符合市价的请假要求 应当定性为矿工属于严重的危机 根据员工手册第11.1条第14项和10.6条第3项 连续矿工三天或一个月累计矿工四天者构成严重的危机 要根据附录 员工手册是经过公司的民主程序制定 充分听取员工建议 其内容为双方所接受具有合理性 意思表示真实 综上所述 公司的解评徐文 语法语理都应该得到支持 谢谢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 立顿陈词就结束了 下面是自由辩论环节 请反对解除方先发言 首先我方要阐述一个事实 当时在酒宴上 石剑本身身体已经极度不适了 如果继续喝酒 那么将有很大的可能性 将对石剑的身体造成严重损害 不得已而采取了先离开酒席的方式 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这是正当合理的 其次对方便有也已经提到 签约没有成功是因为有个关键的价格条款 现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是石剑的一系列行为导致了签约失败 最后关于请假 石剑当时在电话中提出了申请 那么公司完全可以 以后续再补上正式的请假手续 不错 嗯挺好的 哎呦我先说我先说 首先我们可以想一下 作为一个一般的理性的谨慎的人来说 我如果是摔门 离开酒席 这是否是一个合理的行为 也就是说一般人尚且如此 何况石剑 他是作为一个公司的销售主管 他本身就应该针对这样的尴尬局面 具有一定的化解能力 他不但没有进行任何的举措 反而进行了一个摔门而出的 一个恶劣的行为 这个行为损害了公司的颜面 同时也使得原本即将可以达成的交易机会 失去了 一方面是损害预期利 另外一方面是损害了公司的商誉 第二个是对方讲到的 请假没有必要拘泥于特别的手续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任何一个公司对于手续的规定 其实都是有必要的 才便于我们进行一个管理 我们的规定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请问总监在明知实现女士无法饮酒的情况下 允许她去进行一个饮酒的行为 是不是这也是对最终导致一个摔门而去的结果 承担一定程度上的过错责任呢 首先针对对方 认为我方的李某 邱姨加油 首先我认为实现被孕的理由不同于任何的突发性的身体状况 是一段长时间不能饮酒的情况 所以她完全是可以在饭局开始前就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请假的准备 同时销售总监李某通过前几天实现参加酒局的朋友圈 注意这是饭酒局不是饭局 自然可以推测实现仍然是可以喝酒的 所以劝酒行为我认为是没有过错的 因为实现的行为将公司与客户的关系破坏到了冰点 销售总监李某的行为只是违反救这道关系 而迫不得已说的维护商业关系的技巧性话语 但是实现的衰眠行为是将个人怨气加日到工作时间 故意违反自己的职务行为和职务义务 更侵害了公司的利益 哇 好溜哦 suited自己的定性 丁辉好紧张的 他还没讲过话呢 对 針对宁芳的 指向凌方的讲述 我们方要做出一定的回应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 宁芳的行为幟构成了不合法与不合理 不合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宁芳侵害了实现女士的健康全 构成药件是首先具有危害的行为 对方一遍陈述的时候 曾经说过 喝酒是一个通常的行为 不过程危害行为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到 总监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如果走了这个公司 也就当美女这个人 这代表说 总监已经以 他会丢失工作来威胁他了 但在这样的威胁之下 他仍然选择离开 可以证明他身体损害的后果 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 所以我们认为 抱歉 抱歉 时间到了 首先我方认为总监的行为 并不是一种威胁 总监只是在尽力挽救 维护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对于实现的一个威胁 根据劳动法第25条 以及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第二条 严重违法诱人单位规章制度 所以我方三方面解除 本公司与实现之间的 劳动合同是合法的 好帅 他真的逆袭了耶 因为目前我们所存在的紧迫情形 是我们的身体不适 并且最终导致了我们 在回家休息后 依然被家人紧急送医 饮酒这个行为 也实际的侵害了 我们的生命健康权 依据劳动法第六章第56条规定 对于危害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行为 我们是有权提出批评 检举和控告的 我说一下就是 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对于实现的 他这样一个职责的问题 其实他的职责 不是喝酒这样一个职责 根据劳动合同第二部分 工作内容第四条 第二款的特别约定 他其实是明确了 实现的职责 是进行一个业务的维护 和推广的活动 其中就包括了宴请 就是你走可以 但是你摔门而去 是非常不给客户面子 其实在我们正常的 商业交谈过程中 是这样一种行为 所以你可以注意 合理的一个方式 第二我们的规定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因此是合法和合理的 好谢谢 我方需要指出 对方基于你们的 员工手册中 第四章第四条 第四款规定 连续矿工三日 或者月累计矿工达四日诊 公司可不经预告 连出劳动合同 并不给予任何赔偿 它是因违反而无效的 关于员工手册的 一些不合理的规定 其实我们依据的规定 是关于它的请假和出勤的规定 这些规定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讲 都是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规定 然后针对这个规定 对方没有理由请假三日 也就是说视为是矿工 事实上是严重违反这样一个 劳动纪律的 也就是我们根据的是 劳动法的第25条 和劳动合同法的第39条的 相关规定 然后这是属于一个 法定解除权的行刑 根据我国的劳动合同法 以及工会法 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我方公司没有成立工会 也就没有 反对 通 反对 反对 对方在 基于这个事实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主观来议测 并且增加这个事实的情形 对方作为身体 对方作为申请方 你方应该正理 我方建立了工会 让我先说完 根据工会法第二条的规定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 因此工会它不是一个 必要成立的 因此是合法和合理的 好 谢谢 这些规定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讲 将是一个合理的 然后这些规定 对方没有理由请假三日 也就是说 视为是矿工 首先它是不属于 无故矿工的行为的 好 来了来了 终于站起来了 我们这个 其实是已经向这个领导 表达了我们请假的意思 只不过领导当时是没有 做出这个意思表示 那么它是不属于一个 无故矿工的行为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关于你之前说的 就是这个实践 拽门而出 这样一个行为是不合理 在领导和客户的 双重精神压迫下 它先是面露蓝色 最后自罚一杯 然后最后才去拽门而出 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 它内心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所以说它这个行为 是在内心做过权衡之后 做出的不得已之地 其实并不影响 它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 经理让我们喝酒这个行为 那是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产生一定的 现实紧迫的法医侵害危险性 那么只要产生 这个现实紧迫的法医侵害危险性 我们就可以认定 它是一个加害的行为 因此我们的逻辑论证是 它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那么对于这个不合法的指示行为 我们当然是可以拒绝的 好帅 您好 我想关于健康权的话 在侵权责任法下 要四个构处员件 第一个是加害行为 第二是造成的损害后果 第三是有因果关系 第四是加害人具有故意 但是医院并没有出具实现 因为喝酒造成了身体损害的 这样一个证明 因果关系 没有办法证明 所以说我方认为 这个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在本案中是不成立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我们判断这个因果关系呢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我们是用这个条件 加相当性的判断理论来判断 条件的话就是说 没有你这个先前的行为 那我后面不会发生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先前我的这个喝酒行为 那我是不会到医院去就等的 第二个相当性 相当性的话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 社会规则来判定 这个行为会不会对我的健康产生危害 那么根据这个家庭医学 2019年7月的期刊记载 酒精会影响卵子的成熟 因此在备孕期间 我们务必不能喝酒 所以说这个因果关系呢 输合条件和相当性 这个因果关系是完全成立的 他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炮弹 就是备孕 这一点打得非常关键 好来给女方摘一下这个因果关子好了 女方对于备孕好像有一点误解 什么叫备孕 不是说我已经怀上了 我在保胎 那个叫保胎 备孕是什么意思 我先禁烟禁酒 不进行剧类运动 把我的身体状况调整得好一点 然后我为我的怀孕做一个准备 所以一个就算处于备孕期的女子 其实跟我没有任何的区别 我一个人喝一点酒没什么大事 没有人滴酒不沾 结合之前李某在他朋友圈看到的 酒局的照片 和他前面只说只是备孕的行为 我方认为李某认为 让他继续实行他的职务 继续喝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有点几 朱一轩同学提的有一些观点 我觉得不好 至少让我这么一个 我是爱喝酒的人 我也愿意喝酒 但我不劝你 说出来的我听着都不舒服 比如 对 对 比如他说 喝酒不一定损伤身体健康 这是挑战社会功力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不舒服 还有一句话叫 没有人滴酒不沾 我真认识滴酒不沾的人 对吧 对 说得太绝对了 还有一个叫什么 一个备孕的女性 和我现在这样的状态 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也是不行的 那么第二个环节 自由辩论结束了 我们现在开始第三个环节 总结陈词 请反对 中文字幕联系作人 自己等下 打赏 所以就已经问 Audrey 他说 愿意 是 非常 很不忍 能否划 大部可以有三个相关的条款 呃 呃 华 哎呀 加油啊 呃 哦 加油 加油 脑子感觉乱了 对 王颖飞我觉得呢 她准备是很充分的 但王颖飞可能就是说 她昨天通宵了 呃 针对呃 呃 针对呃 针对呃 呃 针对女方的 呃 针对女方的长述 我会要做出一定的回应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是 本来劳动者就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女性劳动者更处于一个弱势地位 所以我们国家和社会 就要更为女性劳动者 撑起一把维护生育自由权 和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保护赞 所以是您发 哇 五分钟都没讲完 现在请吱吱解出方 代表最后一点 对方主要是在两个点上 进行了一个阐述 一个是不符合合理 第二个是不符合合法 对于合理来说 我们应该参考比例原则 合目的性 恰当性和损害最小 其实我方公司 做出一个解除劳动合同 它基于的这样一个 合理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公司已经造成了 一个严重的损害 所以说为了避免 这个最大的损害 我们采取的是一个比例原则 也就是进行了解除劳动关系 合法主要讲到两个点 第一个是它说到了健康权 但是对方没有说相关依据 我的推测是 对方应该是依据的 侵犬责任法的第六条 关于过错责任的 这个相关规定应该是 根据侵犬责任法的四要件 他们是没有能够证明 它的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侵犬责任 是不应该予以承担的 那么综上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是值得维护的 那么我们也就给予了 实现必要的尊重和应有的待遇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 公司的利益 是同样值得需要保护的 公司的明文规定 也是不可违反的 当员工的行为已经恶劣到 严重失职 造成公司利益的严重损害 以及严重违纪违规的时候 公司觊觎劳动法第25条 和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 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合理的 好 谢谢大家 哇